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17章 约翰福音第17章 全章是耶稣的祷告词 耶稣的祷告词 全章是耶稣祷告的内容 有人说这个是得胜者的祷告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 天父上帝托付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 这个是他要去上十字架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得荣耀之前 所做的一个得胜的祷告 得胜的祷告 也有人说17章是个大祭司的祷告 如果我们对旧约稍微了解的话 我们知道在旧约犹太人有大祭司 有大祭司 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 神在那里跟他相会 怎么样相会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出来他也不能讲 但是在大祭司一年一次的祷告当中 他是替众人祷告 他是向神为犹太人献上的祷告 所以当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他向神献上大祭司的祷告 替我们祷告 这个祷告不仅提到他跟神的关系 这个祷告不仅提到他跟神的关系 也替他的门徒向神献上祈求 求神保守他离开了地上之后 神怎么样保守耶稣基督 在地上所传扬福音得过来的门徒 他所拣选的门徒 而因这些门徒传福音 以后继续相信的历史历代的儿女 这个是耶稣大祭司的祷告 在我们信仰当中 耶稣基督自己不仅是祭物 因为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面就献给神 说赎我们的罪 他本身是大祭司 他本身就是献祭的 这个在旧约是没有的 因为这是神的设计 因此有人说这个是个大祭司的祷告 无论这个是个得胜的凯歌 或者这个是个大祭司的宪导 我们都发现这个祷告 对我们人类来说太深了 太深了 为什么 因为三一神 他在位格之间的祷告 我们怎么能明白呢 对吗 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都搞不太清楚 有的时候祷告父神 又祷告了耶稣基督 又祷告了圣灵 对吧 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就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对吧 说亲爱的上帝 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怪怪的 所以我们常常把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 搞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说我们接纳主耶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啊我打开心门 接受你 对不对 就一打开心门 是谁住进来了 圣灵 所以就有点怪 对我们而言 圣父圣子圣灵 本来就超过我们人类的想象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三一之神 他们位格之间的对话 显然不是作为人类的我们 所能够明白的 我今天早上特别写信给几个人 我说你要来听到 而且要听现场的 因为我的祷告是 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经过今天以后 你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确定你是基督徒 你在无论任何的软弱情况之下 你都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我再讲一遍 因为很多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但他不知道 或者他会害怕 他会担心 他会恐惧 其实你是不是基督徒 跟你有没有受洗 根本没关系 那个只是我们要 让你安心 你听得懂吗 可是有人 就是拿了受洗证书 他也不安心 可是有些人 他现在还没受洗 可是他很笃定 可是我们能笃定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你的环境 没有坏到让你怀疑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当你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对你信仰的笃定度 产生矛盾的时候 我的祷告是经过今天以后 你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你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这个东西不能用喊的 不能用喊的说我是 不是你喊是 你不一定是对不对 对吗 你无论你喊你是哪一国人 你现在还是台湾 中华民国人对吗 你喊你是什么人 除非你去拿到国籍 不然你不会因为喊出来 同样的 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 神怎么样跟我们有互动 我们到底有什么 是我们可以得着的 我今天打写一封信 给一些弟兄姐妹 我跟他说 我希望我今天能够讲清楚 我刚才敬拜到 一半我就坐下来 其实我已经把我的奖章 再三的弄 再三的弄 而且我告诉我自己说 你今天只能照着讲稿念 你不能多讲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词 是比较难的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你确定说 是这样 有的人我帮很久了 他老问我说 我这样 我这样是不是基督徒 我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我是不是基督徒 他非常害怕 也有人信主后 他真的是 什么事都敢做 你知道吗 好像不是基督徒的样子 但他到底是不是呢 这都是我们很怀疑的事情 特别是当我们遇到 各样的困难 你没办法面对的时候 你说神啊 你在哪里 他到底在哪里 因此我盼望 今天如果可能 我把能打通任督恶脉的理论告诉你 我在说那是理论 因为真正经验的要你自己 真正经验要你自己 你自己要去反复的思想 然后操练说我懂了 因此 求主保守我们 我刚才敬拜到一半 我就坐下来 我说主啊 我真的在敬拜你 可是我再看一下 我希望能够今天给他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耶稣基督 向天赋我们的神的祷告 他们之间的对话 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受造之物 能够明白的 因此两千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讲员 好像我一样在讲解这段圣经 有多少神学家 花时间要研究清楚这段圣经 事后我们都承认 我们都承认 我们是自不量力的 想要明白他们之间的对话 因为他们之间的对话 显然我们不明白 但我们也必须感谢神 还好当时耶稣的祷告 是发出声音的 你听得懂吗 不然他们讲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他发出声音了 至少那些后来 把他记录下来的 当然这边是约翰 约翰可能对有些词 搞不太清楚 还去问说 当时耶稣祷告的内容 有一句我没听懂 你听到什么 然后他把他写下来的 他发出声音的祷告 让门徒听见 他们得以记录下来 所以即便我们不是很明白 但这段导词 至少让我们知道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如何 以及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 他到底在想什么 你知道他是最后一次 他的长的祷告 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有几个祷告 对不对 那都是一句一句 他说我渴了 他说你怎么可以丢弃我的 那都是很短的 你知道那是很短的一个思想 可是这是个长篇大论 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更感谢主的事情是 从这一段的导词 我们不仅看到 他跟天父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发现 至少耶稣基督 这位神人之间的中宝 他不只是为我们挂在十架上 他不只是 我们都因为他挂在十架上 得到好处了 他也是天天为我们 在神面前祈求的 你要知道天天在神面前 为我们祈求的耶稣 到今天还是这样 如果你有心爱的人 对方不一定理解你 可是你又爱他 有没有这种人 一定有吧 一定有吧 他不一定理解你 但你却爱他 你会天天为他祷告 因为常常放在心上 那个被祷告的对象 被祷告的那个人 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但那个祷告的人 自己一定知道 对吗 因为你在不在我心上 我在不在你心上 这个是很难讲的事情 我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国家 在欧洲 美国 在亚洲 我有时候会问那些 我带的那些传道人 我带的那些门徒 我跟他说 你觉得你爱我比较深 还我爱你比较深 不是今天要比什么 比谁爱谁比较深吗 不是 根本就不是重点 重点是谁在谁的心上 我不知道这样讲 你能不能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在耶稣的心上 不是 我们是什么 我这样讲又不好意思 不过我实在要用这个词 才能够表现出那个强度 我们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在这位造物主的心上呢 所以我们要何等宝贵 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今天仍然坐在 父神的右边 天天为我们祷告 那今天 在往下讲之前 我们要先确定 就是神的儿女是谁 神的儿女是谁 当耶稣在替门徒祷告的时候 耶稣在向上帝替门徒祷告的时候 这个门徒到底是谁 那我先把答案讲出来好不好 神的儿女 或者说得永生 是指认识神 领受真道 相信耶稣的人 你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要解释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太复杂 文字上跟我们中文的 我们中文的理解 跟我们真正耶稣 基督教在讲的东西 是有一个距离 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 这是翻译的问题 就是说神的儿女 得永生 是指认识神 领受真道 相信耶稣的人 我稍微讲解一下 因为你如果这样字面看 你会觉得条件太多 听得懂条件太多吗 原来考进这个学校 要考中文 要考英文 要考这么多东西 还要考物理化学 结果我就考不上了 因为我有一科不好 这样 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儿女 得永生 是耶稣基督带祷的对象 耶稣基督到底为谁祷告 那今天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我在不在那个里面 你听得懂吗 如果我在那个里面 好家在 对吗 那如果我不在那个里面 我怎么才能进到那个里面 所以耶稣要为我祷告 耶稣为谁祷告呢 耶稣为神的儿女祷告 耶稣为得永生的人祷告 那懂 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提到 耶稣为祂的门徒 就是为神儿女祷告 的那个对象 是谁 我们继续讲下去 好 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认识你 圣经中有关于得永生 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 对不对 永生 圣经中有关于得永生 最重要的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三节 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猜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认识上帝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上帝所猜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那到底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有没有比较容易让我们明白的 不要这么拗口的东西 就是到底永生比较确定的定义 是什么 永生不是永远不死 永生不是肉身永存的意思 这个在别的宗教可能做出那个解释 佛教的某些派别可以做出那个解释 或者某些民间信仰 那个永生可能是肉身不死 至少秦始皇也这样相信 至少那些君王都希望永生不死 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思想 包括我们在座所有人都在内 你不会希望你肉身永远不死吗 你脑筋没那么不好吧 谁要永远不死啊 你真的要肉身永远不死吗 因为我们会老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对吗 但因为我们会老我们有经验 我们还没有死 所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死 如果我这样一直老下去不死 你要不要 我年轻的时候 年轻跟现在 我现在也不是很老嘛 对不对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人家刚刚告诉我说 大腿要有力 你才可以活得久 这样 你知道这种东西太多了 所以记得都是好累 对不对 那我最近发现几件事情 我常常去踢到东西 就是我要跨过一个阶梯的时候 我常常踢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不仅不熟悉的地方 我会踢到 而且我会踢到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 是我没有看清楚 结果后来我发觉不是 因为在我很熟悉的环境 我也常踢到 我就知道是我的脚举的不够高 对吗 可是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跨过去都跨了过去 现在跨不过去了呢 为什么呢 你看你们太年轻又不懂 就是你以为你用力了 可是你的脚没有那么用力 那就表示你的肌肉 已经没有那么的 接受我身体以前的指挥 对吗 这就老下去了 才几岁呀 你听得懂吗 那再下去怎么得了呢 少一颗牙 少两颗牙 然后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到最后 谁要活到永远呢 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得了永生 你旁边的人都死了 最好还是不要吧 当然 我们没有希望太早死 对吗 但是我们没有人 绝对 我们没有人 会想要永远活着 你说那永生不是永远活着 那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是什么呢 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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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笔记 记一下 永生是人与神同在的状态 永生这个词 这个term 不是我们以为的永远 这个physical的生命活着 不是 永生是人与神同在的状态 永生并不是指的 人的肉身永远活着 永生乃是人得以长久 常常活在神的面前 常久跟常常是不同一个概念 对吗 常常是总事 对吗 长久是一个时间拉开来 所以永生是指 人得以长久并常常活在神的面前 从整本圣经的记载 我们发现 永生的相反词 是永死 那永死到底是什么呢 永死也不是指这个physical 这个肉身 变成无知觉的状态 永死不是 我们这个人死了就没有感觉 永死不是我死了 这个生理死了就没有感觉 不是 其实我问你们 刚才我说永远活着 如果是肉身永远活着 你一定不要对吗 看起来还很多人要 我祷告你真的要 谁要那个东西啊 可是我问你 如果这个身体 如果这个身体 跟我们里面整个人 整个人死了以后 就完全没有知觉 完全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状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就要 我要 如果这个死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一死 我也不亏欠人了 而且我也没有知觉了 我也没有感觉了 我都不存在了 叫做什么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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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 如果这个身体 能够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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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完全没有不好 这个在佛教里面有 那叫做涅槃 涅槃就脱离轮回了 涅槃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佛教追求的最高的境界是 没有了 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 如果人可以没有了 多好啊 你 你 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多好啊 现在不是很多人欠钱 尤其在中国大陆 因为我 交往的朋友都是中国大陆人 赚的时候赚翻天 对不对 赔的时候只想自杀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 赔的时候只想自杀 如果自杀能解决问题 就自杀吧 你能够懂吗 为什么呢 因为自杀的话呢 父母关系也断绝了 儿女关系也断绝了 就没有东西了 你不用再想念了 就没这个事情 那多好啊 可是我告诉你 自杀的人有一个误解 他以为自杀的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你还是存在 你的灵魂永远存在 永远存在 你知道真正相信 真正相信死了以后 会什么都没有的人 死了会什么都没有的人 如果真正相信这个人 会立刻自杀的 我看你们就是不相信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自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杀后你留下很多的问题 从人来看 可是一个真正相信 人类是无意义的存在 而自杀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都自杀 我们当中没有这么聪明 跟想通的人 想通的人叫做川端康城 听过这个人吗 想通的人叫做海明威 听过这个人吗 你看看 你们连人家这么有名 你都没听过 所以你差人家好远啊 那些存在主义 真正相信人一死 就完全没有问题的人 有儿女 有父母 有妻子 都不重要 因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这个人的存在 本来就无意义 所以他死并没有困难 所以永死却不是这样 如果永死是这样 我也立刻去死 但就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永生不是指的 人肉身永远活着 永死也不是指 人死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 永死其实所指的是 不能与神面对面 不能与神面对面 不能与神交通 不能得着神特殊性恩典的状态 所以永生跟永死都是一个状态 跟这个肉身没有绝对的关系 永生是可以活在神面前 永死是不能活在神面前 也就是当一个人 不愿意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 回到神面前 他因为有罪 而不能来到至圣者面前的 一种光景 叫做永死 永死并不是肉体的死亡 永死是不能与神互动 跟见面 而他的deadline是怎么样计算呢 是你死的那天 肉身死的那天 看看你是不是永死 你死的那天以后 不能再跟神永远同在的 就是永死 如果你死的那天 你已经与神同在了 那就跟死没关系了 听得懂吗 还是太难了 太难了 我们肉身都有一个死亡的日期 跟时间对不对 那个之前 如果你没有跟神产生一定的关系 那么那个之后你就变成永死 因为你不能跟神产生关系 可是这个肉身的死 却不是对那个永生的人 的一个turning point 就是说永生的人是 今天就已经得永生了 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跟神沟通了 刚才你敬拜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点感动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这里不错有没有 或者你回去的时候 你的祷告你觉得神没听 你搞了半天后来他有听 只是他要你走的那条路 跟你想要走的那条路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发觉神同在 所以神同在 就是永生的一种证明 永生的节点并不是死亡 永死的节点是肉身的死亡 这样清楚了吧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已经 得永生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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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肉身 活着或死亡的问题 他是指一个人的灵魂 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 跟他交通的问题 永生 用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话 就是与神同在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 与神同在的人就已经 得永生了 与神同在就是永生 在这里提到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带的 基督耶稣就是永生 所以认识神 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把永生讲得很清楚 就是人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来 来到那么创造我们的神面前 这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当中多数人 或甚至全部人都已经得永生了 虽然你不一定有感觉 OK 下去了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相信 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 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回到神面前 可以与神面对面 这就是永生 所以永生并不是我们肉身 死亡之后才发生的问题 永生是我们今天立即可以得着 立即可以享受的一个光景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感动说 我要这样做 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觉得蒙垂听 或不蒙垂听 这些都是得永生的状态 因为基本上你会去祷告 就是得永生的表现 对不对 听得懂吗 你会去祷告 这就是得永生的一种表现 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 体会神与我们同在 都是我们自己得永生的名正 那这边比较大的问题 我说今天要打通认督恶脉 你不能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实 要认识到多深呢 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这样 认识你独一的真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那些问题是认识有到什么程度呢 认识也有很多种程度 对不对 认识到多深才是认识呢 我想在这边我们需要 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解释 我们来读十到十二节好吗 这个是认识这个词的整个的解释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刚才我们的困难是 认识怎么解释 因为这样太抽象了 你说认识 那你认不认识我 你确定啊 那就麻烦了 你听得懂吗 就是说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吗 什么叫做认识 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 这个认识是什么 我们永远还是对永生没把握 听得懂 我的认识的过程吗 在我们教会 聚会 你一定要忍耐 因为这就是我们讲道的方法 我是故意这样讲的 你一定要享受 因为你很少在别人家里 听到这样讲道 你脑筋清楚 你才会活得好 你如果脑筋不清楚 你会活得很可怜 那这一段的经文 把认识讲得很清楚 这里面有三个词 第十节 他在世界 这是耶稣 世界也是借着耶稣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 他这个认识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 接待他 这是接待 你知道这两句是平行句 知道平行句的意思吗 它是重复讲一样的事情 他在世界 世界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地方就是世界 跟他所造的世界 自己的人就是世界 却不接待他 对不对 所以认识就是 接待 他说反接待他的 接待他的是不是 从前面来的 反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所以这里一共有三个动词 一个认识 一个接待 一个信 它三个字是同一词 换句话说 认识就是接待 接待就是 相信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讲到神的儿女得永生 这一个认识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认识说 世界却不认识他 又说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他 他说这里说 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所以这三个同一词 在我们中文里面 是有不同的概念 跟强度 对吗 来 我现在来解释 看看毕教会的 中文以及理解程度 有多深 来认识 什么叫做认识呢 我们刚刚去日本 我们上礼拜天讲完道 礼拜一一早上就去日本了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回来 去日本 我是回去 去带尼西米小组 那尼西米小组 除了本来有一对 我们认识以外 其他都不认识 可是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打招呼 某某人 某某人 他们说 终于看到你了 他说我们认识你 他说哪里认识的 ANS的讲道 他说哪里认识的 721的影片 他说我们认识你 这是我们中文用认识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这是我们中文的认识 那什么是接待呢 我到那边去 就有一对宣教师 他说还有一天 我们就不在外面吃饭了 我们接待你到我们家来吃饭 所以我们就到了 日本人的家里面去 日本人住的家里面去 他那个房子49年 我进去的时候 我说所以日本人是不高的 对不对 因为49年前盖的房子 就是比较矮 他说现在的房子比较高了 以前比较矮 接待 那天他就煮了火锅给我们吃 因为在外面吃和牛太贵了 我们吃的是神户和牛 哇 后来我才知道好便宜哦 我们真的在这边吃太贵了 但他在家里就更便宜 家里更便宜 就是接待 接待就是让我到他们家里去 对不对 好 认识 注意听哦 认识比较是认知的问题 对吗 我知道有你就要认识 那接待 比较是意愿问题 我接待你 再来就是 相信 什么就是相信呢 通常我们中文说相信的时候呢 不一定看得到 不一定能理解 但我选择 接受 这个是意志问题 懂的话要点头嘛 让我知道你懂 不懂的话要给我鼓励嘛 说你讲得好这样 这样我才会继续讲下去嘛 所以 这又太假了一点 认识是认知问题 是属于理智层面 接待是意愿问题 可是 相信是意志问题 是我选择 我选择相信你 可是约翰福音里面 认识接待 相信 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是同意词 因此当我们回到 这边的时候 回到这边的时候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这是17章 那在第一章中已经讲了 认识就是接待 接待就是相信 所以我们再回去的时候 就是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就是接待你独一的真神 接待你独一的真神 就是相信你独一的真神 相信是意志问题 这样听得懂吗 是你的选择 是你的选择 因此成为神的儿女 注意听哦 这里面 我是希望变成文字 你才 不会被你的感觉所影响 所以相信这件事情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是我们的选择 这样听得懂吗 神那边怎么样 我们不处理 因为太难了 是神的拣选 是祂的预定 还是祂的预知 还是祂怎么样 那个太难了 我们不跟祂处理 就是说 对我们而言 就是个选择 早上我写信 写给我几个朋友 就说来聚会 来聚会 他们可以 我刚才说 我今天讲的会对你有帮助 你来聚会 他可以选择来 对不对 他也可以选择不来 对吗 如果他有选择权的时候 那当然如果没有选择权 那当然没办法 我写给他 他说 他说我正在喜马拉雅山 你听得懂吗 那就来不了嘛 有人就是来不了嘛 对不对 可是他在能来得了的情况之下 他有选择权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有没有让你很清楚了 因此当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接待耶稣基督 接待耶稣基督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虽然实在不知道认识到什么程度 因此我做牧者已经几十年了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我常常在替那个要临终的人 他还有一点点意识 我就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或者病重非常严重 癌症末期已经痛到不行 我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我讲非常简单 三分钟五分钟 我讲完你要不要相信 那是他的选择对吗 他说我相信 他说我相信 我不会考究里面所有的内容 因为他选择相信了 他接受了 这样听个懂吗 认识多少 I don't know 可是有些人认识了 所有耶稣基督的道理也不信 因为他不接受 你听个懂吗 所以认识跟接受 跟接待 跟相信 在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在神那边最后是取决于你的意志 至于你的意志哪里来 那是神学家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告诉你说 当你选择相信的时候 那就是神在你里面的动工 因为这个缘故 约翰福音第八 十七章第八节 耶稣基督也讲了这个话 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也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 你看他三个字都放在一起 一个是领受 领受就是接受 就是接待 就是接受 确实的知道 知道就是认识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就是什么 相信 这就是我们得着这个信仰的内容 我不知道你现在 确定你接受了没有 相信了没有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 感谢主的恩典 神的儿女 是指认识真道 认识神 领受真道 相信耶稣的人 我可以告诉各位 认识神 领受真道 相信耶稣 在广义上是同一件事 基本上 因为一个东西太大 我们太小 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 就包裹的全部进来了 对吗 如果你有孩子 如果你有曾经带过孩子 或者你曾经 你对于理论是能够接受的 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了 那是他妈妈 你听得懂吗 你知道 我在南洋的时候 常常看到那个大户人家 那他们是这样子 每一个孩子一个保姆 永远那个孩子 是那个保姆带的 一直带到好几岁 一直带到好几岁 我就好害怕 我就跟他们说 那这个孩子将来会认你吗 我就问他妈妈 会认你吗 你知道他们怎么告诉我吗 孩子很快就发现了 用人是用人 妈妈是妈妈 他很快就发现了 他很快就发现了 他的权力比用人还大 他很快就发现了 因为他们能识别这件事情 虽然他的思想 他的语言都受那个 那个保姆的影响 可是他完全能够知道 他妈妈是谁 当他接受他妈妈的时候 他妈妈整个 他其实根本不太了解 他妈妈有多大 有多有能力 或多差 或多坏 他完全不了解 对不对 但他认定的是他的妈妈了 我这样讲 有没有够清楚 所以你不需要全部认识神 我们也无法全部认识神 那是强人所难 但我们可以接受他 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接待了 耶稣基督的 好 我现在再讲 讲下去了 当然当我们接待 耶稣基督的时候 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啊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有一次带一个人祷告 他挣扎了很久 后来他信耶稣了 信耶稣 真的事情啊 我刚刚祷告 祷告完 他抬头起来 他说 哇 连天的颜色都变了 我真的蛮高兴的 他有这种感觉 真好 你听不懂吗 但我不知道 带多少人信耶稣 祷告完了之后 他以为会发生事情 抬起头来 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你信了耶稣了 然后他反问我 说我有吗 就他有吗 他说我有信耶稣吗 所以你就知道 信耶稣这件事情 看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对某些人 看起来有些人反应很大 好 信耶稣之后 有些是我们很有感觉 有没有 有没有很多时候 毫无感觉 而且还觉得沉沦的 蛮严重的 如果真的有上帝 我怎么会这样沉沦呢 好 我要告诉各位 这就是神 神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接受 相信 认识以后 神就把这个身份给我们了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回到神面前 那是一个状态 那是一个身份 有的人很有感觉 有的人很没有感觉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感觉 有的时候会没有感觉 我请问你 这个状态 是不是很正常 很正常 我想很正常 不是只有信仰是这样 别的事情也这样啊 我举两个例子 可能你就会清楚一点 昨天我跟邱华从日本回来 我们去陪伴日本尼西米 我从来没去过日本 很多人都不相信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没去过日本 因为我去过二三十个国家 那怎么会没去过日本呢 你知道日本 是我们最近的 而且是文化比较容易的 对不对 而且你到那边 你不会日文 你也不容易有困难 因为那里面的汉字就够多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 我没去过 我一去过日本成田机场 转机这样 我日本成田机场 熟到不行 怎么弯我都不会搞丢 因为在那里 是转机的一个大的一个hub 我没去过日本 更好笑的事情是 我可以讲日本话 四十年前 但是我这次去 我只去了几天 我告诉你 那天 那个宣教师开车 边讲话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闯了红灯 一般人 在那一边是 会闯这个红灯的 所以那警察早就在旁边了 你知道吗 你只有那个红灯一过 我就听到警车的声音 我就跟他说 你闯红灯了吗 他说我哪里有闯红灯 我说刚才有个红灯 他这个红灯是可以过的 后来警车追过来 他说真的是追我吗 后来就靠 警车 靠边 你知道日本人好有礼貌 我从来没有干过 全世界这么有礼貌的警察 一直在里面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请你把窗子摇下来 然后给他 我是谁 问他说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看过这么有客气的 客气的警察 靠边 我告诉你 就在那十几分钟当中 我听懂了 每一句日本警察讲的话 厉害吧 我还跟那个宣教 宣教师已经很会讲日文了 我还跟他讲说 他刚才叫你怎么样怎么样 他要引导你 他要引诱你 再回去那边再搞一次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要确定你 下次不会再闯红灯了 我跟他说我全部听懂了 因为我中间还补充了一两句话 他说你全部听懂了 但我没去过日本 我这次到日本最大的感觉是 因为我们没有去东京 我们去了比较偏僻的地方 你们很多人都去过 对不对 我去的时候我好惊讶 我常常感觉我没有在日本 我觉得我在台湾 因为那是乡下 跟台湾好像 太像了 我就觉得 那不是在台湾吗 除了他们的瓦 跟我们的瓦不一样以外 连建筑物 原来台湾的所有的 扛棒文化是从日本来的 我就说全世界 就台湾的扛棒这么严重 听得懂吗 就是那个招牌 原来从日本来的 我一看原来是日本来的 好像啊 我在那边好几次觉得我在台湾 那个是一个感觉 可是事实上我在 这样懂我在讲什么了吗 事实上我是在日本 可是我觉得我在台湾 事实上我们是神的儿女 可是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现在告诉你很正常 你是神的儿女 但你没有感觉 你在神的儿女 这个是一个状态 在讲身份 身份讲了你们 比较不容易明白 但是如果我讲解 因为我大部分是 跟中国大陆人来往 我在美国的 碰到中国大陆人 我们现在就犯称华人 华人就包括我们在内了 我在美国碰到的华人 在欧洲碰到的华人 在菲律宾 印尼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所有碰到的华人 所有碰到的华人 即便他已经拿不到 别的国家的身份 那我们因为可以拿 两国的身份 问题不大 对吗 尤其在中国大陆人 他们是很矛盾嘛 就是说他到底 他通常拿了一个国家的身份 他的中国护照就要注销 所以他们很矛盾 很矛盾 很矛盾 后来很多人也换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全家都搬出来了 也不太会回去了 财产也都出来了 所以他就换了护照 你知道换了护照之后 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不是当地人 为什么呢 身份转变了 他却没有感觉 他们可以全部在华人当中生活 不需要跟外国人接触 其实你问他你是哪一国人 他的直觉反应 永远告诉你我是中国人 我发觉有一个人 他已经拿到那个国家的护照 二十年以上了 我跟他说 对了 我说 因为我忘了他拿了 是哪个国家的护照 你听得懂吗 我忘了他拿了哪个国家的护照 因为有太多国家 意大利和西班牙什么什么 太多护照了 我就说 我说你是拿哪一国护照 他说我是中国人 二十年了 他不是故意的 你听得懂吗 他不是故意的 后来我说 我是问你哪一国护照 他说对 他说我是荷兰人 他比如这样讲 他说我是荷兰人 你有没有听懂 我在跟你讲什么 你知道我们的身份 在地上已经几十年了 突然给你一个天国的身份证 你是搞不清楚的 你搞不清楚的 所以没有感觉很正常 像我 我已经在欧洲 已经拿到永久居留证了 永久居留证 我只要去考就可以拿到那个国籍 而且也蛮好用的 我那个地方是西班牙 考起来很好用 西班牙的护照可以去很多地方 因为西班牙是全世界第三大语言 对吧 很好用啊 我如果能讲英文 又能讲中文 又能讲西班牙文的话 大概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可以去 而且都可以用 我是不会去考了 因为还要在考他们的历史地理跟文化 我算了吧 我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如果拿到那个国家的护照 我也不会感觉我是那个国家的人 这个需要你一直告诉我 我是那一国的人 你才可以享受 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 我是神的儿女 天天告诉你自己 我是神的儿女 你才会习惯 你才会享受神所要给你的恩典 确定谁是神的儿女 我再说一次 感觉很多时候没有 但是身份却已经有了 好 我给你两秒钟 我速度要快啊 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么久 对不对 就是为了只要这个答案而已 你确定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请举手 请放下 确定了 确定了 因为你只要有一次跟神说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可以告诉你 我刚才讲的都是人的话 对不对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神那边的状况 就是如果不是神感动你 你这句话说不出口的 你说不出口 你没办法说出来 不是你强迫自己说得出来 除非你纯心欺骗 你知道吗 欺骗什么 欺骗你的家人 因为我爸爸一直叫我信 我是绝对不信的 但我是骗他 所以说我信 那这个不算 如果你是不小心 或者是你正常状况 说这就信了吧 无论你怎么样的信 除非你是故意骗人 你那个信都不是你自己来的 这个叫做被动的主动 这是神学的问题 我只是跟你讲一下 让你确定 你这个信 不是你说得出来的 虽然从人这边来看 绝对是你的意志的决定 但是从神那边的工作 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就说不出这句话出来 除非你要骗人 那骗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我们当中 没有人那么笨 对不对 这事情干嘛骗 在确定神的儿女之后 就是我们他之后 刚才你们很快就举手 或者有人补举手 那耶稣在求什么呢 耶稣求什么呢 第一 求我们成为圣洁 求神保守他的儿女 就是耶稣为我们祷告 求神保守他的儿女 成为圣洁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耶稣要走了 耶稣的心一直在这些门徒 和门徒的门徒 和门徒的门徒的门徒 我们的身上 他一直有这个心 所以他就说 主啊 我要走了 我要离开他们了 我求你做这件事情 耶稣知道我们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可是我们却不常感觉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是神的儿女 已经拿到身份证了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这个身份证是这样 所以他为我们祷告 耶稣知道他走了以后 我们留在地上 因为我们仍然活在地上 所以我告诉你说 死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但你又不能自杀 所以这是有两难之间 对吗 如果我们到主那里去 就没这个问题 可是在地上时间 有三件事 第一 你要成为圣洁 耶稣向神 祈求保守 我们成为圣洁 那到底什么是圣洁呢 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是圣洁呢 我们从圣洁上 经常看到圣洁这个词 这个词对我们 很有压力 对不对 你圣洁吗 你一讲我就 我就麻烦了 所以圣洁这个词 对我们是很困难的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都看到圣洁 圣洁不只是干净清洁 当然圣洁包含这些 圣洁也不只是道德伦理 圣经 圣洁包含道德伦理 圣洁是人类可以想到的 最高标准叫做圣洁 人类可以想到最高标准 因为这个是一个创造出来的词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 这个圣洁是翻译出来的 圣洁这个词 其实是圣而不是洁 洁是圣的结果 这样清楚了吗 洁是圣的结果 这个字holy 这个字本身没有洁的意思 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洁 但是洁是圣的结果 所以我们中文为了怕你搞不清楚 所以就用圣洁这样 因为圣这个字不powerful 圣洁这个字powerful 其实圣洁是神属性 最周延的表达 当我们说神的属性 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 用一个词来表达 神的属性的 因为人够不着的东西 你是无法表达的 听众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够不着 你思想够不着的东西 怎么表达 就思想够不着 你自然无法表达 因此我们基督徒 共通用了几个词来表达 上帝的周延跟完整性 那就是圣洁holy 善good 或者我们翻译成良善 或者完全 三个词 一个圣洁 一个完全 一个良善 这三个词是表达神全面性的 因此圣洁是对神的描述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圣洁 因为我们靠近不了 就好像我们没办法靠近太阳一样 因为你还没有靠近到那地步 你就融化了嘛 任何东西靠不进太阳的缘故事 它的温度太高 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太阳 到底怎么搞的 现在当然科学一直在进步 可是太阳只是上帝创造的 一个相当小的东西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了解上帝呢 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 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你知道 如果 如果 我们 真能认识神 那圣洁就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又不能认识神 所以我们就在圣洁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点困难 来 我们看一个经文 在这边 都是 都是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读一杯 请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来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应真理 耶稣基督提到 他到世上来 却不属这个世界 他来到地上 却不属这个世界 而耶稣猜他的门徒 到世上来 他们也不属这个世界 圣洁的耶稣 为什么可以 不被污染呢 在这个世界 耶稣这里解释说 因为我是自己分别为圣 他来到世界上 他自己分别为圣 那到底什么是圣洁呢 圣洁是我们描述 神本身的属性 耶稣基督是神 到地上道成肉身的 他分别为圣 就是说 我不同流合污 他说这个话 他就没有同流合污了 因为这是他造的 他说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就他跟这个世界区隔出来 他没有沾染世俗 他活在世上 却不被世上的污秽所沾染 这是耶稣在这边所讲的 耶稣没有恨 耶稣没有罪 他没有邪恶 他虽然活在地上的事情 沾染到地上所有的事情 对吗 我觉得耶稣蛮厉害的 他可以把撒多该人跟 法利赛人可以 为仇的可以让他们合在一起 他可以让犹太人 跟罗马人彼此为仇的合在一起 他是多讨人厌啊 你听个懂吗 他们两个是讨厌的对方 为了共同讨厌我 他们合在一起 你看我有多讨人厌啊 这就是耶稣在做的事情 可是他却也分别为圣 这里提到他完全没有沾染世俗 他可以分别为圣 讲一个例子 我让你稍微了解 马可福音的时候 耶稣在走的时候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跑过来 对吗 他说主啊 他跪在他的面前说 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长大麻风的嘛对不对 那耶稣就跟他说 好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不只是这样 他就摸他 他就摸他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 我问你 大麻风可不可以摸的 一摸了就不洁净了 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呢 耶稣是要用透过这个动作 让所有人知道说 我沾染世俗 但是我油盐不净 这样听得懂了吗 我摸到的东西就圣洁了 你们不敢动的 如果他一摸他也不洁净 我们都没救了对不对 他一摸那个被他摸到了就 你被他摸过没有 还不赶快点头 当然有嘛 那当然有啊 因为我们已经归他为圣了嘛 归耶和华就为圣 所以不是我们圣不圣洁的问题 你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吗 就当我们归他的时候 我们就圣洁了 这是地位问题啊 这是地位问题啊 如果你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你就是中华民国的老百姓 我告诉你 义务你也要尽 权力你也可以享受 打仗的时候你一定要参加 你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人民 你要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我们整个国家繁荣起来 你有没有得到好处 没有啊 别这样好不好 有好处又不讲对不对 有坏处你又不要 我的意思 你不要想到政党好吗 我再想到一个国籍的问题 你是哪一国人 你就是哪一国人啊 你没办法 你可以规划 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放弃 国籍很难放弃 你可以做各种事情 可是当你是就是了 我在这样讲的时候 我才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是个身份 所以耶稣他自己分别为圣 他一分别他就为圣了 就是说我不沾染 我就没 我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耶稣跟上帝祷告说 他说他们不属世界 耶稣说他们就是我们啊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还好他祷告出来 我们终于听到了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 我也猜他们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下面这句话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他说我是自己分别为圣 我讲另外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是神 所以我们只能被分别为圣 我们是被动式的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那个是一次而永远的 地位上被分别为圣 圣洁这个词 圣洁 当那是动词成圣的时候 用在神的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用在神以外的任何人和物 成圣这个动词 向来只有被动式 够清楚了吗 这被动式 所以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我们是被动式 我们不是主动式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听清楚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被分别为圣了 那个大麻风的病人 耶稣一摸他说 他就被洁净了 他不是自洁的 他是被洁的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你我在地位上 是被承圣的 我们是被承圣的 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被承圣了 我在说 这是地位问题 好 有点难对吗 有点难对吗 如果 台湾的话 因为有双重国籍 所以你可以拿台湾的国籍 你可以再拿 另外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 我们没有问题 可是你仍然可以 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家 用你想要生活的模式 对吧 因为拥有国籍是一回事 你要怎么生活 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不可以 假如有一个人 他只能拥有一个国籍 比如说我的普通那些朋友 中国大陆人 他们都只能拥有一个国籍 当他决定放弃 中国国籍的时候 他拿到荷兰国籍 拿到西班牙国籍 拿到美国国籍 拿到新加坡国籍 当他拿到那个国籍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中国 法律上他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对不对 他可不可以 永远过着中国人的生活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因此我们应该解决地位问题 是先确定地位 我们有了这个地位 却可以完全不过这种生活吗 是吗 我们可以完全过着 另外一种生活 我们原先没有天国国籍的时候 我们是过这种生活 可是我们过了 拿到天国国籍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 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是被成为圣洁的 所以先确定一次 你我都是被 都是圣洁的 这是地位问题 可是我们可以继续地 不享受成圣的生活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罪恶的问题 罪恶的问题 耶稣基督向神求的第二件事情 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跟恶者的关系 当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之后 我们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 还是有关系 因为我们活在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最好赶快死嘛 你想清楚最好赶快死 其实我们这里的人 想清楚都赶快死 只是有一个舍不得 就是我们还有家人嘛 其实是那个问题 并不是这个问题 按个人来说没有问题 按团体来说我们有问题 好 耶稣向神求的第二件事情 我们感谢主 祂是为我们祷告 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跟恶者的关系 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 我好喜欢这个经文 好喜欢 他怎么说 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因为神已经把那个身份赐给我们 因为这个缘故 世界就恨他们 世界恨我们是很正常的 世界大家不要误会 世界不是看得到的世界 是恶者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这个字cosmos 这个字在希腊文 我不花时间了 就是说 是指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 不是我们看到的自然世界 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 是觉得我们不属他们 耶稣说我不属于世界 我把我的道赐给他们 他们被我分别为圣 他们拿到天国的国籍 因为他们属于我 我不被这个世界接受 对吗 所以他们也不被这个世界接受了 我们的国籍 或者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所使用的护照 因为我是非常看动这个护照 因为我到全世界各地都要靠这个 不然我进不去 因为我只有一本 如果你有好几本 那你当然不怕 我只有一本 所以我希望这个护照非常好用 其实这个护照好不好用 其实跟我个人没关系 对吗 我只是受到这个护照的 cover而已 保护而已 你知道有些地方 我去的时候 要申请签证 有些地方真的 真的不需要申请签证 不需要申请签证的时候 就好舒服 你就这样走过去 你知道吗 人脸辨识你就过了 爽 你就觉得原来我这样 可是有些地方 因为我们的国籍 因为我们的身份 人家就讨厌我们 就是这个他说的 他说 耶稣说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就恨他们了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因为他们现在属我了 他们就不属这个世界了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耶稣要我们 在地上怎么生活呢 他说 我已把你的道赐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照这个道而活 各位 我为什么刚才说 我们想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照个人来说 因为你活在这里 就一直有问题吗 一直有问题吗 我问你老是不是一个麻烦 你们现在当然不是麻烦 我是麻烦啊 对不对 因为牙齿掉了 对不对 然后医生跟我说 种一个牙吧 我说种牙多辛苦啊 对不对 那他说你不种没关系 将来就少一颗牙 那我就要考虑要不要种 脚又抬得不够高 你听得懂吗 除非礼拜天留下来 跟冯金城大哥学 不然我脚一直抬不高 对不对 如果你有病 你要看医生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就会面对 然后会有很多的环境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是你最好的状态 Trust me 现在就享受 明天不一定会怎么好 明天不一定会这么好 你不用害怕 但你享受现在就好 明天不一定会这么好 我们在这个世界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 更麻烦的事情是 当我们有这个肉身的 限制的时候 我们受到这个世界 邪恶的引诱 一定会有事情来引诱你 我告诉你 一定会有事情来 因为这个世界 是握在恶者手下 不是那个恶要来引诱你 而是有主动在控制 这个恶的恶者 要用这些来引诱我们 这样够清楚了没 所以耶稣给我们到这个事情 可是那如果我是耶稣 我的做法不是这样 都得救就赶快上来 全部都拉上来 就不是没事了吗 可是耶稣在这边说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现在知道 为什么不能走了吗 因为耶稣没有替我们祷告 赶快去 耶稣替我们祷告 不受恶者的控制 主耶稣当时 向天父也祷告 也叫门徒这样祷告 在主祷文里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对吗 救我们脱离胸了 所以最好不要遇见试探 可是进了试探 就脱离胸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些恶不是要主动不主动的问题 是背后有一个主动的恶者 耶和华在该隐犯罪以后 该隐就抗议 我不仔细讲那个背景 抗议的时候 上帝回答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 他说你若行的不好 罪就浮在你面前 他必恋慕你 你知道恋慕是什么意思吗 恋慕是有位格才能恋慕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就是被恋慕 你有位格你才能够恋慕 你要有个主动有什么 才会恋慕东西 有没有戒指恋慕你 是你恋慕戒指 你知道吗 戒指不会恋慕你的 你不要搞得好像 你都很无辜的样子 其实只有有位格的 所以你知道 恶者会一直要找我们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可以离开一件恶事 我们可以躲避一件邪恶的事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脱离那恶者 所以耶稣的祷告 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吗 还要我们脱离那恶者 求神保守我们 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如果不找到蜘蛛 我们就一直在清除蜘蛛网 我们如果没有抓出老鼠 就永远得扫老鼠死 我们前几个月前 我们在德国 住在带一个弟兄的餐馆去吃饭 然后他餐馆其实很大 他就跟我们说 李长老 我们就看到他们餐馆很大 我说哇 这么大的餐馆 他说我们被卫生局罚关了两个月 因为他们被举报 不知道有没有 他们被举报说 在他们的餐店里看到老鼠 他们餐厅很大很大 在德国 那得了吗 被举报以后 那卫生局的立刻就来了 什么话都不说 因为有人说 所以我就要处理 他处理的方式就是 关两个礼拜 然后投老鼠药 就全部杀 这样子 杀完了之后 他们怎么检查 你知道他们有办法检查 就是有没有老鼠屎 因为老鼠是抓不到的 你知道吗 他会躲起来 可是老鼠屎 他不会拉了又带走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他一定会留下来 他一定会留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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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局呢 就会去 去找老鼠屎 他们很有办法找到老鼠屎 所以找到了 你又再管两个礼拜 又投老鼠药 然后又 全部查完了之后呢 又找老鼠屎 我告诉各位 我们无法脱离那二者 因此 耶稣在这边说 求你保守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没办法 所以求你保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保守我们 这是耶稣向上帝的 第二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地位的问题 让我们因为他而成为圣洁 我们已经因为他成为圣洁 这都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第二是 求你 就求神 保守我们脱离那二者 这是生活问题 我们要脱离二者 脱离罪恶 是目的 但脱离二者 才能解决那个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脱离二者 第三 第三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是我们在地上的 生活的方式 第一个 耶稣基督向神做的祷告是 求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洁 这个已经解决了 因为我们成为圣洁了 身份地位问题 已经拿到天国的护照了 第二 求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脱离二者 这是生活问题 这是我们跟二者的关系 第三 求神保守我们 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 合而为一 这个是我们如何在地上 走得比较好的方法之一 我不知道我讲得够不够清楚 它三个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是地位问题 是国籍问题 是身份问题 这个我们已经没问题了 第二是生活问题 生活问题是 怎么在地上生活 我们在地上生活 是求主保守我们 脱离那恶者 这是我们个人跟 这个恶者的关系 这个我们个人 跟世界的关系 第三个是 我们怎么样 不是一个人去单打独斗 听得懂我在讲吗 他告诉我们 那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别人在一起 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 一个人单打独斗 如果你现在没有教会 无论什么教会 你去 不习惯再换 换到一个你喜欢的教会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 你知道我早期 在临生难的时候 被骂死了 那时候我们人数 一直增长 然后就一直开心的 开一堂 两堂 三堂 四堂 我就说 请你们 如果可以的话 到你们家附近 你适应得了的教会 去聚会 因为你只有分散 你不用跑这么远 你知道吗 你在你们家 叫我找到一个附近 你们可以彼此相爱 合而为一 跟其他神人 后来娘就骂我 有一个弟兄姐妹 就跟我说 你是叫我离开教会吗 因为我们家住 一个多小时以外 我说我没有叫你 离开我们教会 我是说 如果您有一个教会 合适的 你就去 但是不喜欢我们教会 也可以去别的教会 因为你不需要 跟我们在一起 你听得懂吗 因为你跟别人在一起 如果可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地方去 你可以来我们教会 我当然欢迎 有一次 我在临生难路讲到 讲完了那天 欢迎新朋友 有十二个人站起来 年纪都一样 一看 吓一跳 六对夫妻 而且他们对圣经 显然非常熟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 他们都回应 后来在门口送课的时候 他们上来上来 就六对一起上来 我就感情这么好 后来就跟我握手 他们就握手 我就说 一看就是老基督徒嘛 我就跟他们说 都年轻啊 三四十岁 青少年 青壮年的时候 我说你们好啊 很高兴你来 我们教会聚会 我就说欢迎欢迎 然后我就说 路过吗 对不对 路过你不能说留下来 你不能讲 这话不能讲 我就跟他说怎么样 他说李桑老 我们决定在这边聚会 我就说 你们是哪个教会的 他们跟我讲一个 结果是 我们很熟悉的教会 我就说 替我问候你们教会的牧师 这样听得懂吗 那个人立刻变脸 就跟他说 虽然你是不欢迎我们 我说我没有说我不欢迎 但是你是那个教会的 所以你替我问候你们的牧师 他说 他们当场就门口都堵住了 后面的人都上来都挡住了 他们就说 我们就是在我们教会不习惯了 我们要出来可以不可以 讲得很那个 我就说那当然可以 可是我说你再适应吧 再适应吧 当然再适应不了就走 当然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地上 需要有一群人 如果你跟某一群人 一直生活得很不开心 不要那么痛苦 第一 我们已经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了 我们是成为圣洁 第二 我们已经知道生活的模式了 就是跟恶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能躲就躲 能闪就闪 不能闪就跟他对抗 就这样子 对不对 对啊 你知道碰到魔鬼 其实是恶者 其实你是打不过他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 离开我 因为耶稣也这样讲 我不跟你有关系 你离开我 可是当我们一个人 地位也没问题 生活也想到办法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群人在一起 所以耶稣基督替他门徒的祷告是 你让他们合而为一 你要知道合而为一的前提 就是彼此相爱 爱不来 怎么合而为一 所以在我们教会 我们有很清楚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说呈现真实的自己 活出上力的荣耀 你在一个团体当中 如果你不能呈现真实的自己 你一直有隐藏 你一直逃避 你一直假装 你是很难跟别人相爱的 对吧 因为你太多东西 我们又要知道你家的事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只是说你要慢慢地 透明地 愿意地彼此相爱 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在一起 要彼此相爱 你放心 你有的软弱我也有 只是你是A那一点 我是B这一点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所以你说 我要表现出完全的样子 你想太多 你也做不到 为了这个做不到 你还假装 你在我们教会就不必这样了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 都很开心 软弱怎么办 求主保守我 跌倒怎么办 我就站起来 站不起来怎么办 祷告 对不对 休息一下 就站起来 对不对 自己站不起来怎么办 求别人 不是 一二都有了嘛 对不对 现在就站不起来嘛 我知道我有国籍 我知道生活要那样 问题是我就站不起来啊 二嘛 对不对 这么怎么办 Cry for help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说来帮我 在我们教会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当然在别的教会也一样了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祷告 就是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大家不要以为是形式上的 合而为一不是说 你的就是我的 合而为一是我可以Cry for help 你也可以 我很年轻的时候 信了基督之后 我发觉一件事情 基督徒很奇怪 到了这个地步 还要彼此相恨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还说一句话 听了你不要不高兴 我说狼狼狈都懂得为奸 对不对 狼狈都懂得为奸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还不互相帮助 我们是连比狼狈都还不如 人家都一个前脚短 后脚长 一个前脚长 后脚短 都懂得合作 对不对 我都不懂我们为什么不合作 你的弱点 我为什么不接受 你听得懂吗 我的缺点 你为什么不让我 我们彼此才走得下去 如果我们 自己走不下去 自己走不下去 你们的答案都是靠神 对不对 我如果靠神能走了 就不需要告诉你了 我就是靠神 也没办法再找你 所以我们彼此帮忙 这叫做合而为一 这是与神儿女其他的关系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第一 我们确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要怀疑 第二 地位没有问题 是被成为圣洁的 所以我们是被动 第二 生活上面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逃避撒旦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能逃避的掉 很多你逃避不掉 尽量 今年比去年逃避多一点 就不错了 不要把自己逼到 砍手砍脚 这样知道吗 不需要这样 但是如果你自己都救不起来 的时候你找别人 你一定要找别人 不然你要做什么呢 然后你就一直假装 这个是灭路走的 耶稣为我们祷告 让他们合而为一 而且说用我的道 使他们合而为一 因此我们在一起聚会 我们在一起祷告 我们结束了 我们来仰望主 亲爱的主 我们现在也知道地位问题了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也知道生活问题了 我们慢慢好起来 但是还有好多状况 谢谢主 还有第三个是 如何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们彼此相爱 主要求你让我们在 这个教会 或在别的教会 可以相爱 我们可以爱别人 如果你给我们恩典 我们多爱别人一点 别人爱不爱我们 老实说我们也真的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多爱别人一点 我们可以经历你 从背后给我们 更多的恩典和力量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等一下我们会用餐 我们会运动 或者我们下午 有各样的活动 我们马上就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安慰鼓励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